我叫林健碩,今年31歲 我來這邊代表一個族群 代表一個聲音 我的背景是一個有高的學歷 有穩定收入的科技業 我代表一個聲音 這個聲音是對現實的一個無奈 想要追求更好發展困難的嘆息 我之所以會選擇放棄科技業 而尋找更好的發展 更好更大的發展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家庭的背景 我會選擇科技業也是因為家庭的背景 家裡曾經很困苦過 所以我十分的認真讀書 也這樣子爭取到自己可以進入大公司的一個機會 在裡面服務了五年 但是最後選擇離開科技業 也是因為家庭背景 因為我發現我的努力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可以到一個程度 但是我再更進一步實在是很困難 我的時間 我的體力 我的很多種種狀況 沒有辦法帶給我的家人更好的一個生活 我現在這樣的族群這樣的聲音 其實是一個具備了很大的舒適圈的 我們這種舒適圈很大的人 常常會有的聲音是說 我現在這樣已經夠了 已經很好了 我知足了 但是殊不知 爸媽在很打拚的過程 就是期待我們有所成就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 很多父母親 他是 他是不敢 不好意思去開口跟子女 不管是要錢或是說要時間 因為他知道這些東西 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奢求 但是這個狀況 變成到我的時候 我希望突破 另外一個 是因為我個人的理想 我發現在工作職場上 雖然很努力 但是我的能力 沒辦法提升到 可以足夠實現我的理想 我個人很想幫助很多人 很想幫助社會 幫助這個大自然 因為我熱愛 熱愛人群 熱愛大自然 但是在科技業的這個過程中 我發現 時間上面 能力上面 都是遠遠不足的 所以 我選擇了創業 剛好在轉換跑道的時候 遇到人體90 我整理我自己 整理自己的過程 我發現 蛻變最重要的 就是改變自己的思維 從原本員工的心態 要轉變成老闆的思維 我承認這個過程 真的很不簡單 這是一開始我給自己的目標 唯有把自己的思維 改變過之後 自己的習慣 自己的行為 才能再更進一步的提升 我很信心遇到美麗樂 因為美麗樂幫助我們的家庭 改變了生活的困惑 也感謝美麗樂 他有很好的永續種植的一個理念 可以保護這塊地球 更感謝創辦人 他是用這樣的使命跟生命 來去幫助很多沒有機會成功的人 可以找到這個平台 可以推廣這個事業 可以拉一把 我用了很多年的時間觀察 考慮 掙扎過 最後 我選擇了這條路 因為 我代表一個族群 我希望 用我蛻變成功的 這個例子 可以幫助這個族群的人 他雖然很優秀 他雖然很有能力 但是他卡住了 我希望 用我的成功幫助到他們 我代表一個聲音 我希望用我的故事 可以讓這個聲音可以轉變成 年輕人要成功 沒問題 只要你心態對 基本工作對 你的實力 你的執行力拿出來 這些就是我們年輕人該做的 我很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 今天站入了決賽的舞台 就是代表 公司 真的是 我最佩服公司的一點地方就是 其實一個人要能成功站上舞台 我們 常常是需要 很大的努力 已然成功 甚至 蓋棺入定之後 才能辦法揚名例外 但是我們 就算只是一個 簡單 透過 蛻變自己人生的 開始 我就有機會 站上舞台 這是公司給我們的機會 我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讓蛻變人生的計畫 更發揚廣大 謝謝